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国时在厨房与私房菜交朋友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请分享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赶快来揭晓是什么美食吧 大家提起加拿大会想到什么呢 对 就是蜂唐 凡一夜就住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 每年都在期待二到四月份的蜂唐盛产期 按照传统来说 四月份的加拿大会进行围棋两周的蜂唐美食节 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咯 复活节的前后两周到魁北克省的蜂唐小屋里 玩各式各样的蜂唐相关活动 是一切用蜂唐做的甜食和咸食 而且只要喜欢可以无限唱吃和唱喝哦 是欧美难得可以吃到饱的美食大餐 平日去的话是一张紫色加币钞票 大约十几块钱加币咯 假日的时候去的时候可能就是绿色加币钞票 二十几块 今年因为COVID-19全球疫情蔓延 不是河外出旅行 so stay home 我们就在自家网上旅行吧 FindEye频道将会依照季节春夏秋冬 介绍旅行生活 节情活动和美食咖啡 所以要订阅FindEye频道 才不会错过有趣又好玩的视频分享哦 尤其是今年魁北克省的省长和猛区 市长也刚宣布了 今年的春夏活动和国际大型活动 像是国际爵士音乐节 国际烟火节 西校节 电影节等等 也将跟今年的东京奥运一样 将取消或是延期 所以我们以FindEye来线上旅行试吃美食吧 现在是4月份加拿大的春天终于来了 虽然昨天还飘了一点小雪 想知道这次FindEye要带大家去哪一个城市旅行吗 吃哪一道美食呢 我们去加拿大魁北克省枫树林的枫糖小屋里 吃枫糖美食大餐 新一名或是刚来加拿大旅行的人 在2月到4月的时候会在街上看到的海报写着 Cobain Asique 我第一次来加拿大的时候是3月中的时候 刚来一个新城市 我喜欢以观察街道上张贴的文宣海报来认识这个城市 我刚来的时候常在街上看到这个字眼 想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你问大人和小孩的表情是不一样的 大人的表情是一副没什么 小孩的表情是一副非常期待的 Cobain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我非常的好奇 马上上网去查 发现讲法语的国家的发音还有点不太一样 法国的法语讲的是简陋的小屋 瑞士的法语指的是高山上的小屋 加拿大的法语是指在枫林里的小屋 那Cobain Asique是指炼制枫糖的小屋 后来演变成Sugar Shack就是我们讲的枫糖美食节 Sugar Shack指的是一系列关于枫糖美食节的活动种称 不只是美食更是魁北克全家大小体验传统文化的重要节庆 现在就与FIRE HERE来线上走访Sugar Shack吧 我们现在来枫糖小屋吃枫糖美食大餐 坐古董火车或骑马 参观枫林是如何采集枫树的液体 看枫糖制作过程 参观牧场 参观农场无其他的设施 或与牧场里的可爱的动物合照 在某区周围有对外营业的枫糖小屋有将近100多家 但目前因为COVID-19的疫情关系暂时对外开放 如果等疫情明朗之后有对外开放的话 大家可以全聚网参观 那目前就先跟FIRE HERE来线上走访Sugar Shack吧 首先我们来排队买票 轻易提前打电话预约你的美食大餐时间 以确保有位置哦 每年的价格会变动 还会因为平日跟假日的时间 还有枫糖小屋的农场周边设备不同而有变化 所以要确定好预约时间很重要哦 买好门票之后 我们先去枫糖小屋里的餐厅吃 魁北克风味的枫糖美食早午餐吧 一走路充满加拿大国旗颜色的红白 枫糖小屋就能看到 魁北克人穿着传统服饰 乐情的招呼大家 陆着我地上一壶现煮的咖啡 让大家刚从踏着雪的室外走进来时 哇 可以喝到一杯魁北克式的枫糖咖啡 好幸福啊 接下来server会递上枫糖美食的menu 说的menu都是Avalundi Avalundi的法文就是吃到饱的意思 将会介绍有哪些美食是可以吃到饱的 从前菜煮食甜点满满一桌全部都是蜂糖做的哦 前菜是煮出沙拉 煮菜是蜂糖煎火腿 培根香肠配焗烤豆或是炒蛋或是蛋饼都可以 那甜点的选择有很多 蜂糖派 可力饼 蜂糖蛋糕等等 所有的食物都是这样的蜂糖 所以从欢迎咖啡 咖啡欧雷 前菜 主食 甜点 让你的蜂糖美食和蜂糖咖啡吃到饱 喝到饱 特别值得一提的一道菜是可以跟亚洲饮食文化接轨的 叫做Oje de Cris 也说的耳朵 其实就是猪下巴炸的脆皮蜂糖有点像是亚洲的炸猪皮加了蜂糖口味 我个人蛮喜欢每一家蜂糖餐厅做自制的 Salad de Chis 主厨卷心菜沙拉 很像是在台湾吃炸臭豆腐 但一定要搭配每一家的制制台菜泡菜才够味 所以呢通常Sever会来问你说需不需要续盘的菜单啊 这两道菜一定要续哦 叫做Oje de Cris and Salad de Chis 唱吃完蜂糖大餐之后 还有蜂糖咖啡业蜂叶茶之后 我们就可以全家大小去蜂树林参观一切 关于Sugar Shack相关的活动 顺便消耗刚刚饱足大餐的大肚子吧 我们来了解风味特别的蜂糖是怎么来的吧 穿好保软衣物和防滑鞋子 准备好相机 出发吧 你可以选择步行消耗饱足大餐后的卡路里 也可以选择森林古董火车参观蜂树林 但需要另外付费哦 门票是不包括的 但非常适合带小孩出油的家庭 在参观导览之前 我有点不懂 为什么要在下着雪的冬天去采集蜂枝呢 还蛮冷的哎 但听完导览之后呢 我会特别珍惜得来不一的蜂糖 因为在寒冷的冬天 蜂树在树干和根部储存大量的淀粉 然后这些淀粉呢 在春天会被转化成糖类储存在树干中 那春天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咯 所以你会看到眼前一片的蜂树林里 在蜂树和蜂树之间 会很多细小的管子连接着 而且每一根树干上就会钻一个孔洞 擦着一个导管 在导管下面接着一个收集筒 接着从树干里面流出来的蜂叶汁 那制糖呢 再将把这些收集到的蜂汁呢 拿到炼糖厂上的炉上去加热 蒸发大部分的水分之后 所得到的浓缩糖浆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蜂糖浆 大约需要40公升的蜂树枝 才能提炼出一公升的蜂糖浆 是不是很珍贵呢 看完导管之后 最令人期待的活动 就是在制糖厂旁边看到这个招牌 Tique Solanage 翻译成英文就是Mapro Ciri Toffee 我很喜欢翻译成蜂糖棒冰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法语原意是Tique 就是木棒的意思 Sulanage就是雪花 所以呢就是刚煮好的热腾腾蜂糖浆 淋在冰雪上面 再拿一根木棒 沾取蜂糖浆 热的蜂糖浆跟冰的雪花结合在一起 就变成蜂糖棒棒糖啦 就是雪花版的蜂糖棒冰 光是颜值就非常疗愈了哦 吃起来就是不那么死甜的麦芽糖 还多了一点特殊的蜂糖味道 小时候的回忆就马上跟记忆接轨啦 你喜欢今天的Sugar Shack分享吗 Sugar Shack是每年加拿大全家大小都会一起参与打卡的活动 如果你在加拿大或是计划来加拿大旅行 建议大家来加拿大的时候一定要把魁北克省也纳录影的计划里面 可以挑三月底到四月出来 因为这个时候是亚洲和加拿大旅游的淡季 机票相当便宜 约600到800加币就能搞定来回机票了 大约就是台币13000到18000左右 那人民币的话大概是三到四千 以上的价格仅空参考 因为这是我这几年飞行的经验分享 那因为现在疫情关系 可能机票的价格也会有点浮动 那平常的时候呢 因为中国北京和上海都有直飞某区的航班 所以还会在机票便宜一点哦 那为什么会建议三月跟四月来这边加拿大玩 因为你可以看到冬末的雪景还有初春的风景 这里的雪景可能跟在亚洲看到的中国东北 还有日本北海道的雪景是差很多的 因为雪非常的厚 你可以在雪堆里面大玩特玩 那春天来的时候 你还可以去看采收蜂糖 煮蜂糖浆 吃蜂糖美食大餐 进行Sugar Shark的活动 非常的特别 通常去魁北克城的蜂糖小屋是开车比较方便的 但如果你是刚来的新移民 或是来加拿大玩的朋友 可能没有代步的交通工具是不太方便的 其实呢你在我们俱乐的市中心旁边的地方叫Verdan地区 它每年都会举办风街版的Sugar Shack 蜂糖美食节线活动哦 那今年是2020年是第十节有举办了 本来是计划在St. Patrick的游行之后 3月19到3月22号举办的 即使呢每年下大雪 魁北克人还是会造行举办 但今年因为COVID-19的关系 没有举办 而且宣传棋子还挂在高空中 可能会延期吧 我们期待 那其实你来自密的话 其实很方便的 你可以搭大众交通工具 地铁 绿色线 到The Eglise 叫唐赞 下来就到了 一出门口呢 就可以看到 魏丁敦大道的风街版的 风堂美食节 风街版的风堂美食节 就像是精华版的Sugar Shack 不需要入场棉票 而且还常免费的试试活动 但是如果要唱吃风堂美食 唱喝风堂咖啡的话 建议还是要去风树林里的 风堂小屋吃比较有气氛 那风街版的风堂美食节 你可以看到风堂制作过程 和农场来的动物拍照 在仿牧场版的场地里 玩各式各样的 魁北克传统游戏 甚至还可以体验 在农场里的 风堂小屋里剪头发 为何提到 风堂美食吃到饱 这么难得呢 我们来聊聊文化 大不同的东西方观点吧 第一个原因 加拿大吃到饱的店很少 加拿大不像亚洲 你到处可以看到 日本料理 韩国烧烤 小布小布 吃到饱的餐厅 但是这里没有 所以对 非常喜欢吃甜食 和风堂米来说 是一件大事情 即使怕冷的我 才的雪地 去风铃里吃风堂美食 我也可以 第二个原因是 风堂的价值高 是糖类里的黄金 每年我都很期待 风堂生产期 去超市抢购风堂姜 买回亚洲送给 岸岸做甜点的朋友 我平时做甜点的时候 不喜欢加砂糖 就只加风堂姜 如果你喜欢吃 风堂口味的甜点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 下周的美食视频分享哦 是我个人超爱 送能 礼物也不错 参加 泡拉派提的时候 美食聚餐 常常被点名 一定要做的甜点 而且超简单 超快速的一道 法式 会北克风味甜点哦 风堂到底有多珍贵呢 平时在超市买一罐 540毫升的 风堂姜来说吧 月8到10块钱加币 折合台币约 180到220块左右 人民币约 40块到50块左右 但如果你是 3月到4月的时候 去超市看到 会看到风堂姜特价 大概是5到6块加币 差很多吧 我们来看看一下 差不多容量和等级的 风堂姜 在你的城市买 大概是多少钱呢 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我很好奇哦 为什么价格会差这么多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加拿大是 枫叶之国 光魁北克省 这一个省份 就是全球最大的产区了 占全球80% 剩下的20%的产区 是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 和美国的文盟州 第三个原因是 风堂是低热量 低甜度 高营养的糖类 风堂含有丰富的 有机酸和矿物质 热量比砂糖 蔗糖 果糖 还有代糖等 糖类都还要低很多 但是它首含的原样元素 像是钙啊 美啊等 却是比其他的糖类 还要高很多 所以呢 在加防疫期间 多做点一点 含风堂的植物和甜点 可以补充营养 还可以提高免疫力哦 总而言之 风堂积三大优点 低热量 低甜度 高营养 如果你也跟我一样 爱吃甜点 又害怕发胖 吃甜点 可以同时享受美食 又可以养颜美容 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呢 如果你想要学超简单 又好吃的法式 魁北克风味甜点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 下周上传的美食视频 12个月的旅行餐桌 我将会分享 我采访的法国厨师 在依照个人的口味 简化成我自己的 四方食谱 15分钟搞定 我还会分享 如何选择 风堂的颜色和种类哦 如果喜欢 FindHit的朋友 请分享 订阅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I see you next time